回音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编辑时间 欢迎您收看 我是李明思 俗话说 好钢用在刀刃上 那么对于中国内地的财政扶贫资金来说 尤为如此 财政部门在脱贫攻坚中 如何屡职尽责 那么如何更好地加强资金监管 日前的财政部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对此公布了一笔明白账 近年来 中国政府不断地加大 对贫困地区扶贫资金的 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 2019年安排中央专项扶贫资金 1261亿元 已经是连续四年 每年竞增200亿元 并且财政部已经初步建立了 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 目前内地28个省份 都已经完成了监控平台的部署 300多个地市 2900多个县区已经上线操作使用 在绩效管理方面 各级财政部门建立扶贫资金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的管理机制 截至去年年底 全国共完成约11万个扶贫项目的 绩效目标填报工作 此外 在义务教育领域 从2019年秋季学期起 将家庭经济困难非技术生 纳入了生活补助范围 在基本医疗领域 中央财政主要通过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资助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并对符合条件对象的 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给予补助 在住房安全领域 2019年财政部 住建部 将全国剩余的建党利卡贫困户等 四类重点对象的存量微防改造任务 一次性全部下达 要求各地在2020年6月底之前 全部竣工 最后 在饮水安全领域 2019年中央财政通过水利发展资金 安排了14.5亿元 首次将农村饮水工程的维修养护 纳入了中央财政的补助范围 好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日本知名的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 位于京都福建区的工作室 星期四上午发生火灾 造成了33人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其中多人重伤 建筑物几乎全部毁坏 警方目前拘捕了一名怀疑纵火的嫌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事件表示震惊 并且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和慰问 经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向当地警方确认 尚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 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起火 建筑楼内冒出滚滚浓烟 火苗从窗口窜出 大楼窗户被烧得焦黑 消防人员在公司三层楼道内 发现多名动画公司职员 但已回天乏术 有人试图跑向楼顶昏倒在楼梯上 有公司前职员表示 大楼一层是放画稿的地方 二三楼围工作间 装修以木制为主 办公室内有大量纸张 用作动画制作 员工多数是女性 消防员向大楼喷射水珠灭火 并打破窗玻璃 研究被困折 救援人员在大楼外搭建帐篷 进行现场急救 有周边居民目睹了火灾的惨状 日本媒体发布了一段 警方逮捕嫌犯的画面 据日媒报道 这名40岁的疑似纵火男子自称 在一楼泼洒了液体 点燃了火 有动画公司的目击者辨认 嫌犯不是公司员工 事发时 他大喊去死吧 一边放火 警方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名男子愤怒地回答 抄袭 日本京都动画公司 曾经制作《青鹰少女》 《良工春日的忧郁》等作品 广受欢迎 是日本业界代表公司之一 工作室负责人说 几年前经常收到类似于杀人预告的东西 他还说 发生火灾的工作室是公司的核心 凤航卫视 综合报道 这是一次日本多年来的 骇人听闻的 一次有意的纵火杀人案 而这个嫌犯呢 看来也是神经啊 也是有问题 可是它造成了几十人的死亡 可能原因呢很简单 据说他自己说是抄袭 到底谁抄袭谁 怎么回事呢 恐怕还要等警察 警方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公布材料 那么更多的有关 日本京都纵火案的最新消息 马上我们就联系到 凤卫视驻日本的首席记者李淼 李淼你好 目前大火导致的伤亡情况如何 那么纵火者到底是何许人 又有何动机 目前官方对这个起事件 做了怎样的定性 李淼 好的 总编 我们现在看到呢 这真的是日本进入平成时代 三十几年以来呢 最多遇难者人数的一起纵火案 比奥姆镇里教当时的 这个地铁杀林事件的受害者还要多 到目前为止呢 首先是伤亡人数 我们看到呢 这个死亡者目前呢 已经达到了33人 里面包括12名男性和20名女性 还有1人呢 是性别不明 另外还有36人呢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救治 但是根据日本警方的消息说呢 目前失联的人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目前这个重伤的人数还是有的 所以伤亡人数呢 有可能还会继续变化 那么关于这个嫌犯的状况 其实也是个防罪关系呢 它是什么原因 让他有什么样的动机 去这样去行凶 杀了这么多人 其实呢 到目前为止 警方呢 也没有对他进行逮捕 只是确保了 他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那么这个嫌犯呢 目前也是身上大面积烧伤 所以他目前是在医院 正在接受治疗 那么根据刚刚最新的消息说 这个嫌犯本人 目前是属于昏迷状态 是重伤 所以也有可能呢 他是会进一步伤情的 继续严重 那么警方呢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对他进行审讯 因为是接受麻醉之后呢 在昏迷不清的状态之下 没有接受警方的审讯 所以目前呢 关于他的这个动机 目前依然不清楚 那么关于事发时 当时的状况 就有很多目击者都证实说 他们看到现场呢 发出了非常严重的 这个黑烟出来 然后呢 在建筑物呢 从一楼的玻璃 是已经完全破碎 二楼三楼的这个楼梯的墙壁呢 是已经完全是倒在外面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建筑物里面的温度 应该非常高 日本就有专家分析说呢 这个汽油导致的高温 可能达到1500度左右 这就使得在里面的人呢 根本没有机会逃生 可能连这个火灾报警器 和这个防火墙的这个门呢 都没有能够按时启动 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NHK 他们拿到的这个 建筑物里面的这个结构 大家就质疑说 是不是他的这个消防存在问题 因为并没有太多的 逃生用的楼梯 还有外面的这个逃生用的门 所以到目前为止 日本政府当然非常重视 首先美金才说 他看到这么悲惨的事件 他几乎是说不出话来 所以已经指示下面的阁疗 要马上去调查这个事件的经过 并且抓获嫌犯 不过呢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还会进行跟随报道 总编 好的 谢谢李淼 在日本给我们做的一线报道 好 说到日本呢 我们看一看东亚的新闻 韩联社报道说 日韩两国将派政府高官出席 下个星期举行的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 正式的讨论 日本对韩国的卸贸措施 另外呢 韩国总统文在寅 18号就在清瓦台 和朝野无党党首会面 商讨应对日本施加的贸易压力 文在寅就呼吁要减少制造业 关键材料对日本的依存度 以及国会尽快地通过 补充预算案 来缓解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清瓦台国家安保时市长 郑义荣透露说 如果日韩关系继续恶化的话 韩国将考虑是否继续 和日本分享情报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 将于23至24号 在瑞士日内挖掘行 因韩方要求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 将日本现贸措施纳入正式议题 韩联社报道 韩日两国将罕见地派出 政府高官出席会议 并就日本现贸措施 阐明各自立场 据韩国政府和外媒消息 日本将派遣外务省经济局局长 山上信吴 而韩国方面则可能派出 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局长级 或更高级别的人士与会 另一方面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 18号敦促韩方 在截止日期 也就是18号午夜之前 回复日方要求 成立第三方仲裁委员会 解决二战期间 日本企业强征劳工问题 韩国总统文在寅 18号下午在清瓦台会见朝野武党党首 敦促日本撤回制裁 文在寅表示 目前有两个迫切问题 需要携手应对 一是如何应对日本出口管制 减少制造业关键材料对日依存度 二是尽快通过补充预算案 缓解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文在寅说 韩国经济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今后还可能更加困难 在此情况下 能与朝野各党党首聚首 共商对策 倍感欣慰 相信将给广大国民 带去希望和信心 也有助于提升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协商能力 凤航卫视 综合报道 我们看到日韩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现在对于韩国的影响 有这样几方面 一个是对它的经济 产生了严峻的威胁 所以按照第二步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个文在寅他不得不着急 在野党的一些党首 共同来商讨如何来应对目前的严峻的形势 如何来对付日本 那么换句话说呢 就是他要放下国内的一些政党政见的分歧 要一致对外 或者说是一致抗日 同时呢 我晓得他也是和反对党要商量 因为讨论的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来对付这个半导体零件的限制 另外一个呢 是如何处理日本方面所要求的 就是关于战时强征韩国劳工 这是日韩关系恶化的一个本源 那么第三呢 就是接下来双方怎么办 这个日本方面呢 已经提出到了今天的午夜12点 要求韩国方面要给一个答复 就是双方要组织仲裁委员会 或者是第三方来参加 来组织一个仲裁委员会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要求1月份就提出来 5月份又提出来 那么期限就是7月18号 那么现在看来呢 韩国方面呢比较强硬 他不会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文在寅呢 因为他上台之后 对日本在政治啊 在这个还有半岛问题上 这个历史立场都比较强硬 但是他现在呢 要找在野党的人来一起商量 他能不能再继续的 对日本强硬下去 看来在野党呢 因为在野党有些是亲日 或者亲西方的 看来呢 他没有太多的一些分歧 而现在呢 这个民调显示 有73%的韩国民众支持 这个文在寅呢 继续对日本强硬 可是接下来呢 双方的关系啊 就又触及到 政治乃至于军事同盟的问题了 这个前几天呢 日本的防卫相 曾经提到过 是否要终止 这个叫韩日的日韩的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他当时说 看来呢 应该最好不要 来涉及到这个方面 这就是两国在军事同盟方面 正是盟友方面就反目了 可是今天呢 这个文在寅开完会之后呢 又有韩国方面的一些在野党说 好像韩国方面提出来 要这样做 来威胁日本 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呢 主要是互相交流 关于比如说北韩那边 朝鲜那边的一些 像核武器啊 导弹方面的一些研发情况 关系到两国的安全 而且是每年延续一次 而日本方面呢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威胁 就是计划在8月份开始 把这个韩国呀 从这个没有核武器扩散的白名单当中 剔除 那么换句话说 就把它列为有可能进行核武器扩散 那么也就是说 它可能和朝鲜呢 一起或者说来这个庇护朝鲜 或者和朝鲜这个核谋 在发展核武器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它放在一种 近乎敌对国家的这样一个层面上了 所以说呢 日韩关系现在真是到了千军一发的 这个危急的 危往的关头了 好 现在请看方黄文史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表题新闻 休息一会再回到总北极时间 我们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思 伊朗国家电视台18号报道说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在波斯湾扣押了一艘外国邮轮 12名船员被控走私石油 但是呢 并没有说明 邮轮和船员是来自哪一个国家 伊朗国家电视台称 这艘邮轮14号在 霍尔木兹海峡的 拉拉克岛南部被截获 船上有12名外国船员 涉嫌走私100万声的缘由 而就在14号当天 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据说是 阿联酋的邮轮 利亚号在伊朗的格什姆岛附近 水域失踪 美国国防部官员曾经怀疑 邮轮是遭到了伊朗的扣押 不过呢 伊朗外交部17号表示 利亚号出现了故障 因此呢 伊朗拖走它进行维修 实际上呢 它并没有说 这个被拖走的邮轮 是不是利亚号 那么先前呢 英国海军在 直布罗陀扣押一艘预定 前往叙利亚的伊朗邮轮 对于此次外国邮轮 遭到伊朗的扣押呢 那么英国政府18号就遵促 伊朗当局应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 这个伊朗扣押 这个外国邮轮的消息传来呀 让人们本能地又感觉到 波斯湾局势是不是又要紧张了 又要上升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得到的这个消息 一 是由伊朗革命卫队宣布的 而由伊朗的国家代誓台 来这个报道的 没有通过外交部 第二呢 它这次 所谓扣押的走私邮轮呢 不是在今天 也不是在昨天 而是在星期天 也就是已经是在四天之前了 那么星期天发生了 什么样的国际政治事件呢 就是星期天 这个伊朗的总统鲁哈尼 发表电视讲话 表明可以和美国坐下来谈 那么也是在星期天呢 伊朗的外交部长扎里夫 飞往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还有呢 就是 也是在应该是确切的时间 是星期六的晚些时间呢 这个阿联酋的一艘邮轮 利亚号呢 宣布失踪 而在星期二 伊朗的外交部宣布说 有一艘邮轮 由于出现故障 被伊朗方面拖回 这个伊朗的这个岸边的进行修理 但是并没有说 这艘被伊朗所拉走维修的号 是不是阿联酋的邮轮 我们知道阿联酋和沙特呢 都是伊朗的死敌 而阿联酋也加入了沙特的联军呢 去打击这个野门的这个亲伊朗的武装 那么这些很稀巧的新闻发布的时间 新闻发布的单位 还有传达的信息 让人不由得感觉到 这个伊朗革命卫队 到底受不受总统府的管理 或总统府的领导 那么还有呢 伊朗的革命卫队 它发布消息和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 到底彼此之间沟不沟通 还有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 它和外交部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关系 从这个其他各方面的消息 来汇总来说的话呢 可以说这次宣布 这个伊朗扣押这个一个 所谓走私游轮的 对于美伊政府间关系寻求谈判呢 应该不太有严重的影响 好 看看另外一段新闻 切股集团财长和银行行长会议 17号在法国举行 指社交媒体脸书计划 推出加密货币天秤 这个叫Libra必须受到监管 另外呢 法国财政部长就表示 会通美方寻求共识 化解数字服务税所引起的争端 七国集团财长和银行行长 在法国首都巴黎北面的小镇上 第一举行为期两天会议 脸书计划推出天秤币Libra 所带来的风险 称为会议的焦点 意大利财长特里亚表示 七国集团将采取实际行动 监管加密货币 德国财长舍尔茨也表示 在所有法律和规则问题解决之前 各国不会批准Libra发行 Libra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 但由于加密货币仍处于监管灰色地带 加上容易被犯罪分子用来洗钱和隐私等问题 多国政府普遍对Libra持否定态度 有意见者认为Libra将有助各国尽快 推出清晰的加密货币监管法规 会议另一个焦点 是法国议会早前通过法案 向以美国企业为主的跨国互联网公司 开增数字服务税 法国财长勒美尔表示 法国会继续推动开军数字服务税 希望在七国集团会议上 同美方寻求共识划解分歧 美国商务不止 数字服务税对美国企业构成不公平对待 将会就此启动301调查 因为美国可能向法国实施制裁 勒美尔重申 美国的做法不适当 应该透过协商解决问题 凤凰卫视终合不得 Facebook今年发表了 关于Libra数字会议的白笔书之后 我想从历史进程来看 它是有划时代意义的 它宣布了数字货币时代的开始 但是问题是各个国家为此开始是恐慌 现在理智下来之后 也认为数字货币不是不能搞 但是不能由Facebook来搞 在七国集团的财长会议上 居然开始讨论 这个扎格伯格 这个天才小子来提出的这个数字货币 那么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国会 也对这个数字货币 要求这个脸书去进行听证会 其中还专门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数字货币 对于美元的地位有什么影响 可见这个数字货币 它可以说应运人生 但是对现在的传统货币 特别是我们知道 现在的货币都是由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 它有国家的信用和资本 甚至黄金储备 那么这个货币的出现 肯定是不但挑战了美元的霸权 也挑战了所有货币的 发行的主权国家 但是毕竟这个货币 数字货币的出现 虚拟资产的出现 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在控制由Facebook 来发行货币的同时 各个国家的央行 都加紧来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毕竟它代表国家代表主权 而Facebook 它自己来推出货币 被人形容为一个小孩子 拿了一盒火柴 他随便到处放火 最后烧了别人 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 好 下外者新闻 有媒体报道说 欧洲议会有一些议员 今日提出要求 香港特区政府不起诉示威者 等内容的涉港议案 对此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批评 有关议案是无视事实 混淆是非 对欧洲议会议员 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发言人表示 议案要求特区政府 放弃依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完全不顾香港整体利益 和主流民意 肆意抹黑一国两制和中央政府 对港政策 批评提出议案的议员别有用心 颠倒黑白 发言人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国组织或个人 以任何方式往家干涉 敦促相关议员 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尊重中国主权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内则新闻 塞尔维亚内政部表示 18号在贝尔格莱德机场 有一架原本计划 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 因接报称 机上有炸弹 而将机上全部人员疏散 随后当局确认是虚报 这架飞机隶属德国汉沙航空 据当地媒体报道 接到报案后 机上130名乘客 连同5名机组人员 被全部疏散 飞机被带离跑道 随后特警部队用防暴设备 核修探犬对飞机展开搜查 最后确定为虚报 当局在声明中表示 警方于当天早上 接到匿名报警电话 称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有炸弹 目前正在核查 证明涉嫌虚报的报警人身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最后请订阅世界 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